顾颖钊年少时曾有过一个喜欢的女人,她离婚回国时,我被遗忘在了一场大雨中,那天,我找路过的清洁工借了一把伞,又去机场,随便买了最近的一趟航班,我想,去哪都好,只要没有顾颖钊和舒曼。 六点钟,顾颖钊的车子回到家,迎出来的是庸人,而不是她的太太岑永威。顾颖钊这才想起,她因担心舒曼,忘了去市场接她,不过没关系,她的太太性子温婉,从不会因为这种小事生气。 七点钟,雨停了,天很黑,岑永威还没有回家。顾颖钊开始有些莫名的心慌,她给她打了三个电话,第一次无人接听,第二次第三次,却再也打不通了。 那场暴雨来得突然,天色好像一瞬间就黑了。 我有些狼狈地跑到路边屋檐下躲雨,有些茫然地看着漫天大雨。 一个小时前,顾颖钊说她来接我回家,可现在,她的人仍不见踪影。 身边躲雨的姑娘,陆陆续续被人接走了。 他们的男友或者丈夫,尽力将伞倾斜到他们头顶,小心呵护着。 我想,顾颖钊此刻应该也是这样小心翼翼护着舒曼的吧。 她年少时喜欢过的女人,后来阴差阳错地错过。 听说婚后受了很多委屈。 打离婚官司这三个月,舒曼的母亲又去世。 顾颖钊时常担心得夜不能寐,长虚短叹。 而今天,就是舒曼终于成功离婚,回国的日子。 晨起的时候,顾颖钊洗完澡,换了一套最新定制的西装。 搭配的领带上,有着浅淡的曼陀罗花纹。 婚后,我包罗了她的衣食柱形。 但那条领带,并不是我买来的。 雨下得无休无止,炒豆子一样热闹。 我的心,却好像忽然就安静了。 阿姨,我笑着对路过的清洁工招了招手。 新买来的海鲜,换了阿姨手中那把旧伞。 看她开心不已,我也忍不住勾起了唇角。 伞很旧,却能遮风挡雨。 胜过迟迟不来的男人。 我走出市场,在路边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到了机场,我才发现,自己竟没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我只剩下一个外婆。 可我如果去找她,她老人家就会知道,我一定是受了委屈。 到最后,我随便买了一趟最近的航班。 我想,去哪儿都好,只要没有顾颖昭和舒曼。 三年的婚姻,舒曼就像空气一样,无声无息地填满了我的生活。 我不想再忍受了。 临上飞机的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响了。 电话是顾颖昭打来的,我想了想,没有接。 等到铃声停止时,我将她的号码放进了黑名单。 顾颖昭是六点钟回到家的。 车子停稳时,却只有佣人迎过来。 她顿了顿,摘掉外套后,却没有递给佣人,反而搭在了手臂上。 太太呢?太太还没有回来。 顾颖昭的步子停住了。 她这才想起,曾永威临时起义去了市场买活先。 她说了会去接她一起回家。 但是书曼在母亲的墓前哭得晕倒。 她急着送书曼去医院,就把接她的是忘了。 顾颖昭看一眼外面瓢泼似的雨。 心中隐隐有些愧疚。 曾永威会不会生气了? 可这个念头刚浮出来,顾颖昭就笑着摇了头。 她再没见过比她太太性子更温柔,更宽厚的人了。 她也从不会为这样的小事而生气的。 先生,我看您淋了雨,还是赶紧上去泡个热水澡吧。 庸人小声提醒着。 顾颖昭点头,太太回来的话,告诉她我在楼上。 她上楼泡了个热水澡。 却不知为何,这早也泡得有些心神不安。 从预示出来,她觉得有些鼻塞。 想要拿片感冒药,却找不到医药箱。 顾颖昭看了看表。 快七点了,岑永威还没回来。 外面的雨好像停了,但天色却更黑了一些。 她拿出手机,打了岑永威的电话。 铃声响了很久,一直没有人接听,直到最后自己挂断了。 顾颖昭猝了猝眉,这可是从没有过的现象。 岑永威绝不会漏接她的电话。 也许是大雨堵车,路上出了小意外。 顾颖昭觉得心脏都骤然紧缩了一下。 她很快打了第二个。 可刚才还能打通的电话,却打不通了。 她的眉毛皱得更深,渐渐沉冷了脸色。 却还是耐着性子打了第三个。 依然是无法接通。 她握着手机站了好一会儿。 然后随便在网上查了一下。 哦,原来她这样的情况,是被对方拉入了黑名单。 顾颖昭忽然气笑了。 她觉得她应该收回再没见过比她太太性子更温婉更宽厚的人了那句话了。 飞机在那个陌生城市降落时,已经是深夜。 讯号恢复,手机里陆陆续续进来新消息。 我注意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了好几条简讯。 你好勇威,我是舒曼。 我听说你和景昭因为我生气闹别扭,迟迟没有回家。 我很担心。 也很抱歉。 我想,我有必要向你解释一下我和景昭的事。 她确实喜欢过我,但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景昭一直喊我姐姐,我也是把她当弟弟看的。 因为我,让你们之间有了隔阂,这真的不是我想看到的。 没有人比我更希望景昭能幸福。 永威收到我的短信后,可以给景昭回个电话吗? 或者至少,让我们知道你是平安的。 我觉得很可笑。 如果很担心我的安危,有无数的办法。 顾颖昭那样的家事,查到我的证件讯息易如反掌。 可在我离家后,第一时间找我的不是警察,而是舒曼。 我真的厌恶透了,我的人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舒曼都会很快知道。 我没有回复。 但舒曼很切而不舍,她打了电话过来。 我按了接听。 电话那端却是一片沉默。 片刻后,忽然有很低的一声哮喘来。 接着是舒曼的声音,原来你也没景昭说的那样好吗? 真挺能忍的,三年了,才开始闹。 陈永威。 舒曼忽然喊了我的名字,既然你愿意主动腾位置, 我会让景昭多给你一些抚养费的。 我笑了笑,舒小姐离过一次, 打过艰难的离婚官司,想来很有经验,那就有劳了。 如果分的钱多,我请舒小姐喝咖啡。 说完,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拉黑号码,设置了所有陌生来电拦截。 陈永威离家的第三天,顾颖昭昭给他远在万里外的外婆打了一个电话。 寒暄后,他试探说起, 外婆,永威前些天还说想回去看您呢? 不用回,我好着呢,那么远的路,别折腾了。 顾颖昭昭攥着手机,偌大的露台上,能看到西沉的红日。 而他的心,好似也随着那轮日头,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他知道陈永威只剩下这一个亲人, 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一定是和他赌气,暂时回了外婆那里。 可他竟没有去。 所以,这几天,陈永威去了哪里? 他转过身,一眼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庄台。 庄台上一如既往地干净,但是他的梳子却没有及时收起来。 他走过去拿起,梳子上缠着几根长发。 陈永威的头发很好很黑,从没有烫染过。 他攥着那把梳子,有些深思恍惚。 舒曼的电话打到第二遍,他才回过神。 紧招,我刚才路过你家的花园,看到蔷薇花都凋谢了。 舒曼的声音柔软地传来,让花匠清理掉吧,很不好看呢。 不用。 他第一次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舒曼。 舒曼显然愣了一下,但很快又到,紧招,你在生气吗? 是了,这是你和永威的家,自然是你们做主,舒曼的尾音里带了哽咽。 顾颖招的心又软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姐姐。 永威还没有消息吗? 没有。 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回来的,舒曼滴滴哭了出来。 顾颖招听着那细碎的哭声,不知为何有点烦躁。 陈永威很少哭,只在他们新婚那天晚上,因为疼,被他抱着哭了一阵。 还有就是新婚第一年,他错过了他的生日。 好像当时,是因为舒曼的丈夫家暴,他太过担心,连夜去了国外。 顾颖招莫名有些心烦。 结婚三年,他从不知陈永威还有这样倔强任性的一面。 他走到床边坐下来,想了很久,还是决定打给陈永威唯一的好朋友。 朋友很吃惊,说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陈永威也没有去他的城市。 顾颖招挂电话的时候,手有点发抖。 他点了一支烟,却又没有抽。 陈永威有点洁癖。 他在家的时候,整栋房子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没有半点异味的。 手机又在响,却是一个陌生的固定电话。 往日这种电话他绝不可能接。 但这一次,他却第一时间按了接听。 喂!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 顾颖招,是我,陈永威。 不知为何,当陈永威那熟悉的声音响起时, 顾颖招一向寡淡少言,但此时却莫名有些急言利涩。 陈永威,你不是三岁小孩了? 离家出走这样幼稚的事情,是你这个年纪该做的吗? 你知不知道传出去会给顾家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对不起。 顾颖招攥着手机,扯开领带, 却觉得心口沉甸甸的巨石忽然被移开了。 知道错了,就赶紧回来。 他的口吻又温和了几分。 顾颖招,我找你是有其他事。 什么事? 我给你寄了一样东西,算算时间,也该收到了。 什么东西还要寄,你回家时拿回来不就行了? 陈永威仍是那样温柔平和的语调。 我不回家了,你注意签收一下快递。 看完之后没有意义的话,你签好字。 两天后,我会再打给你。 这个电话是借用的别人的,你不要再打来,我接不到的。 陈永威,你什么意思? 顾颖招只觉得刚松了一口气的心。 骤然又提了起来,顾颖招,嫁给你三年,我过得有点不开心。 所以,我们离婚吧。 顾颖招没有说话。 陈永威也没有说话,好似在礼貌地等着他回答。 你现在在哪? 这不重要。 顾颖招看一眼窗外沉寂的暮色。 陈永威,你在闹什么脾气? 电话那端,陈永威没有再说一个字。 他似乎很滴滴笑了一声。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顾颖招几乎是下意识地立刻回波了过去。 但在接电话的人, 已经是一个陌生的阿姨。 他说的不知什么地方的方言, 顾颖招听不懂。 他只能道歉, 然后挂断。 暮色沉沉笼罩下来, 他就坐在那沉沉暮色里, 一动不动。 结婚三年, 陈永威就像是一杯永远45度的温开水。 他不会生气, 从不发脾气。 说话永远温声细语。 所有人都喜欢他, 夸赞他。 以至于他几乎都要忘记了。 他们婚姻的最初, 不过是长辈之间的一场恩怨。 而能凭借那样微末的恩情, 就拿下顾家掌席位子的他, 又怎会如他表现出的那样宽厚无害, 毫无心机。 顾影钞转身走到庄台前将一直握在手里的梳子撂下。 他从镜子里看到自己, 紧促的眉, 眼眸间韵着一团怒气。 而他向来情绪不会外露, 如今却被这点小事搅动得连连失态。 顾影钞很快恢复到一贯的面无表情。 脉步走出了主卧, 下楼。 舒曼在楼下客厅叫他, 他也只是淡淡应了一声, 让庸人将今日签收的包裹拿过来。 顾影钞从中挑出了陈永威寄来的信件, 拆开。 舒曼站在一边, 眼嘴滴滴惊呼了一声。 顾影钞面无表情将离婚协议撕碎, 丢入垃圾桶。 紧招, 舒曼上前, 轻拽住了他的衣袖, 温柔地劝。 你别动怒, 永威应该只是一时冲动。 他一向温婉又识大体, 想来还是我的错, 如果我不回国, 不麻烦你这些事, 他也不会赌气, 顾影钞声音微冷, 和你有什么关系。 是他自己不懂事。 他不懂事, 难道不是你宠的? 舒曼抢笑, 我在国外, 可没少听说你们夫妻恩爱, 话未说完, 他忽然就落了泪。 顾影钞冷笑, 当初为什么娶他, 别人不清楚, 难道你也不清楚? 舒曼含泪正正看向他, 紧招, 真的是因为我吗? 顾影钞没有回答, 只是轻抽回衣袖。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是要司机送你回去, 还是留宿这里? 舒曼擦掉眼泪, 我在这里等你吧。 你和永威闹成这样, 我回去也睡不着。 顾影钞点头, 吩咐庸人去收拾客房, 又让司机准备车子, 就转身离开了。 舒曼看着他离开, 又看了一眼垃圾桶中撕碎的离婚协议。 他抿紧嘴唇, 缓缓坐在了沙发上。 顾影钞为什么会撕掉离婚协议? 他看起来, 好像一点要和陈永威离婚的意思都没有, 离开那天我就知道。 顾影钞想要找到一个人的下落, 易如反掌, 只看他想还是不想。 所以, 当我在民宿楼下看到顾影钞时, 也并没有很意外。 初秋的天气, 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风衣, 靠在车身上抽烟。 他长得英俊, 身量又高, 一举一动, 十分招人眼球。 对比起来, 就显得我格外普通。 宽松的棉麻长裙, 随便用手帕扎起来的长头发, 没化妆, 拎着超市的购物袋, 更像是顾家老宅里的小保姆。 刚和他结婚时, 我时常还会自残行贿, 但如今, 早已想通了, 就如家常小吵, 永远登不上豪华宴会的餐桌一样。 我和顾影钞, 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他掐了烟, 容色淡淡看向我, 我也放下了勒手的购物袋。 顾影钞台湾看了看表, 开口时声音一如既往地沉冷。 去收拾一下你的东西, 三十分钟应该够了。 你签字了吗? 我对他伸出手, 离婚协议给我, 我就跟你回去办手续。 顾影钞那双寡淡的眼, 仍是没有什么情绪, 只是谋色更深了些许。 现在不适合对外公布我们离婚的消息, 那就先不公开, 手续办妥就行。 陈永威, 你知道的, 下周是公司周年庆, 你要和我一起出席。 顾影钞勾了勾唇, 笑意中带了一丝机窍。 你闹的时机很精准, 但你该清楚的, 我不是任人拿捏的性子。 我没说话, 只是静静看着顾影钞。 我们曾做尽了夫妻间最亲密的事, 可男人能把性和爱分得很开, 女人却不能。 那场雨没有淋湿我的身体, 我的心却湿透了。 但顾影钞永远不会懂的, 因为他从未爱过我。 如果你签字离婚, 那么下周我会和你一起参加周年庆。 公司那边需要我做任何配合, 我都可以。 我望着他, 甚至一如从前那样温柔地笑了笑, 顾影钞, 这对你没有一丁点的坏处。 好, 他深深看我许久。 终是点头, 下周公司周年庆结束, 我会签字。 我没有和顾影钞一起回去, 只是在公司周年庆开始的前一天, 才成绩回京。 又为了掩人耳目, 不让八卦记者乱写什么婚变传闻。 由他的座驾亲自从机场接回了婚房。 我下车时, 舒曼如女主人一样迎出来。 永威, 你可算回来了。 她快步上前, 握着我的手, 红了眼, 落了泪。 我淡淡看着她。 衣服, 首饰, 妆容, 显然都是精心准备过的。 是那种很低调又舒服的奢华。 就如每个豪门世家的太太小姐, 在自己家里招待客人一样的装扮。 我没说话, 只是将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舒曼做了很漂亮的指甲, 白皙的手指上戴了一颗宝石戒指和一枚钻戒。 可我的手上什么都没有。 婚戒更是早摘了下来, 甚至掌心还有一处薄薄的茧子。 最开始知道舒曼的存在时, 我还傻傻地在心里偷偷和她做比较。 但如今, 不管她怎样美丽, 雍容, 我心里也半点连衣都没有了。 我没有再看她, 也没有应声。 拎着袋子绕过她向前走。 舒曼有些尴尬地咬了咬嘴唇。 庸人迎过来接, 太太, 我来提拔。 我笑着避开了, 不用。 庸人不敢多说话, 有些为难地看向顾颖钊。 随便她, 顾颖钊收回视线, 向主楼走去。 可我并没有跟她一起回主楼, 而是去了待客的副楼。 岑永威, 顾颖钊终是动了怒。 许是当着一堆庸人的面, 我这样做实在让她和舒曼难堪的缘故。 我没有停步, 也没有应声。 我没有任何和顾颖钊交流的欲望。 如今只想, 周年庆早点顺利结束。 然后, 我们这场婚姻也可以快些结束。 我和顾颖钊玩手进入宴会厅时, 气氛正到高潮。 她如温柔体贴的丈夫, 而我也一如既往, 是人人称赞的温婉贤妻。 与人寒暄时, 她与我实质紧扣, 时不时会侧手看我一眼, 眉眼温和。 我也会低头一笑。 但从前, 那笑是由衷的羞涩欢喜, 如今却戴上了假面。 我厌弃这样的自己, 也唾弃这样的她, 只盼着早一些结束。 可到晚宴尾声时, 我面前摆了一道余声。 淡淡的兴气扑鼻而来, 我的胃里忽然一阵翻江倒海。 失态地起身快步去洗手间, 吐了个昏天暗地。 起身时, 却又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等再睁开眼, 已经是在医院。 顾家来了很多人, 顾颖昭就坐在我的床边。 她握住我的手, 脸上带了难得的欢喜, 永威, 你知不知道, 你怀孕了。 前天是我和顾直恋爱三周年纪念日, 也是顾直的生日。 我特意订了间豪华包厢, 大家围坐在一起给顾直庆生, 我就出门拿个蛋糕的功夫, 回来就看见顾直和我的闺蜜楚楚在喝浇杯酒, 周围人不断在起哄, 喝酒哪够啊, 亲一个亲一个, 我推开门看见, 楚楚面色羞红, 被顾直抱在怀里, 他们两人还真的亲了, 亲得难舍又难分, 那一刻, 我三观震碎, 五观也裂开了, 那伙人见我来了, 默契地安静下来, 还倾可两声, 提醒仍抱在一块的二位, 顾直和楚楚手忙脚乱地分开, 顾直嘴上还沾着楚楚的口红, 飞飞, 你听我解释, 这就是个游戏, 是啊, 我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我看着说话还带喘的楚楚, 硬生生挤出一抹笑, 那请问你们这是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啊? 楚楚一声尖叫, 顾直赶紧上前安抚她, 我没接着看, 但心里清楚, 这两人早晨我不注意搞上了, 教训渣男见女时有多英勇, 回到家我哭得就有多凄惨, 固执是我的初恋, 楚楚是我从小学就认识并交好的闺蜜, 我从没想过, 我最亲近的两个人会以这样的方式, 狠狠地伤害了我, 但是没有什么伤心事, 是麻辣烫火锅烤鱼解决不了的, 我一天四顿, 顿顿吃这些, 夜深人静再来点冰啤酒, 本来是很快乐的, 直到我上厕所见到了血, 我妈赶忙把我拖进医院, 一番检查, 医生说我是肛肠的毛病, 得去肛肠科, 一说起这个, 我妈顿时想起了 助我家对门琴伯伯的儿子, 我这时候想跑, 已经来不及了, 被我妈死死地扣在病床上, 妈, 你真的是我亲妈呀, 我含着屈辱的泪水, 贴见一双大长腿在我的身旁站定, 她身上那股轻烈的薄荷胃 一点点笼罩了我, 我哪敢抬头看她呀, 恨不得把整个身子都埋进床里, 就听见她用一贯低沉的嗓音说, 屁股再抬高一点, 呜, 被看光了, 我没脸做人了, 我内心一万头草泥马在奔腾, 还是配合地往上撅了撅屁股, 她手指很凉, 落到我的肌肤上, 除了羞耻, 还有骨说不出的一样感觉, 很快, 她就给我注射好了麻药, 我被无情地推进了手术室, 术后, 秦耀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眸光隐晦地打量我, 长大了, 做手术都不哭了, 我, 我是怕我哭了以后, 更加没脸见人了, 可是她来给我换药的时候, 我哭得山崩地裂, 没有麻药的加持, 可疼了, 我嘶嘶哈哈地喊, 哥呀, 你轻点, 秦耀大概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 突然问, 你从前叫我什么, 我一惊, 想起了多年前给她递过的那份情书, 信里头, 我亲爱的长, 亲爱的短, 干, 她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种关头, 她想让我难受死是吧, 秦耀低笑一声没说话, 做完收尾工作, 转身走了, 谁还没个情窦初开的时候了, 秦耀上大学时, 我小学刚毕业, 文化程度不高, 耐不住一居民楼的小女生, 跟我抢秦耀, 我一集, 模仿偶像剧的桥段, 给她写了疯狗屁不通的情书, 她从外地的学校回来过暑假, 我妈正好给秦家送水果, 我屁颠颠地跟上了, 我把情书放到她桌上, 她从电脑跟前抬起头, 问, 这是什么? 我眉之声, 脸却红了一大片, 恰好, 秦耀的妈妈进来做卫生, 她看见桌上的情书, 移了一声, 翻开就念起了上面的内容, 亲爱的, 其实我偷偷喜欢你很久了, 是你那甜蜜的微笑, 让我的心跳跳, 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 亲爱的, 我可以迎风走刀口, 可以单枪匹马, 但是, 我只对你一个人温柔, 孟姨笑得前仰后合, 小药啊, 这谁给你的, 你干嘛不收好了? 孟姨震耳欲聋的笑声, 狠狠地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 秦耀直勾勾地, 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我羞耻地跑掉了, 从此以后, 我见到秦家人都退避三舍, 住院住得我生无可恋, 需要记嘴就算了, 上厕所的时候, 差点没把我疼死, 连换了几天的药, 当穿着白大褂的秦耀来到我身边, 牙痞牙痞地对我说, 脱掉裤子, 的时候, 我的身体已经本能地屈服于她的命令了, 羞耻, 就是很羞耻, 终于熬到了出院, 我妈去办理出院手续, 我撅着定收拾东西, 固执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手上还抱着一束百百合, 飞飞, 你怎么把自己坐进了医院, 你看吧, 没有我在你身边, 你都照顾不好, 你自己, 回来吧, 只要你向我认个错, 我可以不计前嫌, 这人呱躁又傻叉, 我不能忍, 请问我住院和你有半毛钱关系, 你哪来得回哪去, 我们已经分手了, 别烦我, 要不是我刚做完痔疮手术, 行动不便, 直接一脚给她踹出去, 可惜现在我只能指着病房门, 叫她滚, 固执深深地看着我, 飞飞, 我知道你还爱我, 你只是嘴硬, 不肯认输罢了, 她说着放下百合花, 过来抱我, 我犹如被毒舌舔事, 吃我一下跳起来, 你特么烦不烦, 她不仅不放手, 还说, 你伤着哪儿了, 给我看看, 忍无可忍的我, 来了一记螺旋踢, 固执敏觉得躲了, 结果我原地劈了个岔, 伤口裂没裂不知道, 反正我人裂开了, 我流了好多血啊, 23岁的我, 哭得像个200斤的孩子, 哭声360度, 全方位立体环绕在医院的走廊上, 我妈进来时, 身后跟着热心的医护人员和吃瓜群众, 一双大长腿走在最前面, 来人身阔腿长, 气质绝佳, 他蹲在我面前, 隐晦不明的身谋, 牢牢地锁住我, 我意识到自己很狼狈, 抬手擦了擦眼泪, 平时没这么脆弱的, 实在是太疼了, 你们懂那种被人爆破菊花的赶脚吗? 怎么回事, 秦耀看了看我, 又看向现场唯一的嫌疑人, 固执, 他的声音既冷又沉, 像在问我, 又像是质问固执, 我像条傻狗般, 一个劲地哭, 疼, 尊低疼, 秦耀的太阳穴, 肉眼可见地跳动了下, 他直立起身, 双手探到我的腋下, 只稍一用力, 就将我提了起来, 然后打横抱起, 我头抵着秦耀的胸膛, 大脑一片空白, 满脑袋的, 好疼, 统统垫成了, 好帅, 难有力, Max, 大概是见我被其他男人抱着, 固执一脸气恼, 你就是个医生, 凭什么管我们的闲事, 快点放我女朋友下来, 秦耀置若网闻, 将我抱到病床上, 才不冷不淡地问我, 他是你男友, 前, 前男友, 大概是被他看光了的缘故, 我一跟他对话就紧张, 秦耀的面色由阴转多云, 他背过身, 直面气急败坏地固执, 你伤了他, 认识秦耀这么多年, 他说话向来没有感情, 而他刚才的那句话, 特冲, 透着骨很近, 以后, 离他远点, 他还小, 需要的是一个能照顾他的人, 而你, 不配, 明明是救死扶伤, 被冠以温柔天使称号的医生, 秦耀却总是使用命令的语气, 压根不容智慧, 固执向来桀骜不驯, 他怎么会接纳别人的意见, 不出所料地嚷嚷起来, 我和菲菲恋爱三年了, 我就是最爱他的人, 你一个大小伙子, 成天把爱挂嘴边, 不害臊啊, 我妈都看不下去了, 一把揪住固执的衣领, 你快点出去, 你伤害了我女儿, 这笔账, 我还没跟你算呢, 秦耀将病房里的人全部请了出去, 接着将帘子一拉, 不用他开口, 我认命地趴好, 闭眼, 他帮我清理伤口, 有些疼, 上药的时候又很凉, 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的滋味, 秦耀忽然笑了一声, 年纪不大, 情感历史倒是丰富, 三年, 刚上大学就在一起了, 我菊花一锦, 跟秦耀聊这个, 真是奇怪又尴尬, 您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就谈了这么一次恋爱, 还碰上个渣男, 他勾起嘴角,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就像被抓进笼子, 无处可逃的小白兔, 哆哆嗦嗦地提上裤子, 总算是上完药了, 我忐忑地询问, 我今天, 还能出院吗? 秦耀邪逆了我一眼, 神髓的眼睛闪着悠悠的冷光, 看得我心里发毛, 你应该谢谢你前男友, 撕裂商, 最好住院再观察两天, 固执, 你这个杀千刀的, 我在心里问候了固执祖宗十八代, 秦耀埋头写着什么, 随即, 他交给了我一张住院处方单, 我好不容易接受了现实, 一抬头, 见他正神色淡淡地凝视着我, 被我撞见, 他不仅不尴尬, 反而好整以暇地说道, 将来找男朋友, 记得戴上眼睛, 说完, 他笑了一声, 转身离去,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秦耀肯定是在嘲笑我, 挑选男人的眼光差, 也不知道自己当初怎么就眼下看上固执这个渣男了, 结果现在闹得这么难看, 我真是丢脸丢到了太平洋, 几乎所有的糗事, 都被秦耀撞见了, 啊, 但愿我们此生, 不复再见, 我妈中午带了只精美的便当盒过来, 我以为便当是给我的, 她一巴掌扇我脑袋上, 你现在只能喝西粥, 把便当给你秦大哥送过去, 人家帮了你这么大忙, 不好好谢谢他, 说得过去, 本想尽可能减少和秦耀见面, 奈何老妈的威力太大, 秦耀打开门, 看见门外的人是我, 笑了笑, 怎么, 又痛了, 哪, 哪里还痛啊, 已经痊愈了, 我不争气地结巴了, 是吗, 她打量了一下我, 转身进屋, 拿了副手套, 我来检查下, 不用了割, 我赶忙拽紧裤子, 一边善笑, 这是我妈亲手做的便当, 你还没吃饭吧, 快来尝尝, 秦耀目光深沉地看向了我, 刚准备出去吃饭, 替我谢谢阿姨, 她伸手接过我手里的便当盒, 不用客气, 我笑得勉强, 却松了口气, 她收下就好, 我的任务完成了, 转身要跑, 等等, 秦耀却叫住了我, 你有事吗, 她问, 我一个病患能有什么事, 很尴尬地回, 没事, 那就坐下等我吃完, 把便当盒拿回去, 您就不能多跑一趟吗, 我任命地留在了办公室, 秦耀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斯文地享用美食, 我忍不住地偷瞄他, 上帝真是不公, 给了他卓越超群的外表, 连吃相都透露着高贵和优雅, 也难怪我们一栋楼的小女生, 为了抢他都打起来了, 我正胡思乱想着, 秦耀忽然出声, 听说你实习结束了, 有换工作的打算吗, 我在一家自媒体公司做人事助理, 主要工作就是招聘主播, 工资比较低, 工作倒是挺轻松, 唯一的缺点是渣男贱女也在这家公司, 但我想了想, 觉得也没必要为了他们换工作, 现在找个合适的, 交五险一金的工作挺不容易的, 不换了, 请要放下了筷子, 我朋友的公司缺人, 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介绍你过去, 不用了谢谢,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不想再和他产生什么瓜葛, 徐菲菲, 他突然念我的名字, 充满雌性的声音, 隐约带着点不爽, 我吓了一跳, 忙问怎么了, 他盯着我瞧, 犀利的目光仿佛要将我穿透, 你就那么怕我, 我被这道充满压迫感的视线, 看得头皮一阵发麻, 呵呵干笑着, 没有的事, 怎么会呢, 他目光直直地看着我, 忽然也于地道, 过来坐, 我瞬间不淡定了, 幸在这时, 一个身材窈窕, 风情万种的女医师推门而入, 秦医生, 晚上有空吗, 一快看电影, 秦耀收拾着便当盒, 头也不抬地说, 晚上要值班, 没空, 女医师的表情有些落寞, 同时将目光转向我, 这位是, 我是秦医生的病患, 那什么, 秦医生你忙着, 我先走了, 我抓起便当盒, 溜得比兔子还快, 终于熬到出院, 我妈夸张地给秦耀送去了一面锦旗, 哎哟, 小秦这孩子就是厉害, 救死扶伤, 一把好手, 飞飞, 还不快谢谢你秦哥哥, 秦, 秦哥哥, 我嘴角抽了抽, 秦大哥, 谢谢你, 我只能硬着头皮, 扫码, 天家, 他垂下眼, 长指点了通过, 才放我离开, 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当晚便和朋友们去了公司楼下新开的烧烤店, 喂饱我的小菊, 我还特意叮嘱老板, 别加辣, 烧烤上桌, 我拍了张照发朋友圈, 配文, 劳改九天出狱了, 还没放下手机, 朋友圈就多了条消息提醒, 给你五秒钟, 位置发来, 来自, 秦耀的留言, 我吓得一机灵, 居然忘了加了他好友, 早知道应该先平地他的, 让你别吃重油重盐的食物, 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损友们纷纷起哄, 飞飞, 这么快就找了新人, 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呢, 误会了, 他是给我割痴疮的医生, 照这么说, 已经坦诚相见过了, 真服了这群损友, 我被他沙哑慵懒的声音勾了魂, 反应过来赶紧说, 我发誓没加辣, 连孜然都没放, 虽然烧烤不健康, 我少吃一点, 应该没事, 秦大哥, 时候不早了, 晚安, 徐飞飞, 他轻轻一声低含, 便吓得我动弹不得, 如果你在进医院, 我保证, 不会对你那么温柔了, 我顿时猴头一噎, 胃口全无, 不吃了, 我马上回家, 他似乎浅笑了下, 嗯, 听话, 什么鬼, 我是他养的小狗吗, 次日出门上班, 我居然在楼梯口, 碰见了正在上楼的秦耀, 他神情疲倦, 似乎是刚值完班, 说起来, 他今年三十岁了, 不但没结婚, 甚至连个交往的对象, 都没有, 孟姨和秦叔天天逼婚, 秦耀索性不回来住了, 听说, 他在医院附近有套两居室, 平时都住那边, 极少回来, 我有些吃惊地看着他, 秦大哥, 你回来探望父母啊, 会不会太早了点, 秦耀寻声望向我, 语气细血, 嗯, 顺便回家住上一段时日, 我如临大敌, 秦耀若搬回来住了, 我们岂不是要天天见面了, 为什么呀? 我硬生生咽下尖叫的冲动, 试图帮他解决问题, 秦耀很直接, 遇是水管爆裂, 漫了一屋子的水, 家具地板全部被泡坏, 在重新装修前, 没法住人, 原来是这样啊, 我苦笑连连, 对不起哥, 爱莫能住, 姐, 我到你们公司楼下了, 刚抵达公司, 邹玉的消息随之而来, 她是隔壁华大的学生, 才十九岁, 月末我在网上寻目标充业绩, 在某音上刷到了邹玉 和她室友合拍的一则短视频, 视频中, 邹玉笑得灿烂, 露出两颗小虎牙, 皮肤白皙的她, 看上去奶乎乎的, 妥妥一只小奶狗, 就冲着颜值, 签到公司绝对爆火, 我肯定提成拿到手软, 我当即给邹玉的账号发送了私信, 挖掘她成为我们公司的网红主播, 这孩子很腼腆, 可是姐, 我不了解这个行业,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好主播, 我很怕自己做不好, 为了业绩, 我像极了拐小羊的狼外婆, 不要紧, 我可以手把手带你, 包娇包会, 你有空的话, 可以来一趟我们公司, 面谈, 邹玉经常发朋友圈, 各种考证书兼职, 是个非常上进的孩子, 但是家境应该不好, 最近放暑假了, 他才有时间过来, 大概也是想做主播补贴家用吧, 人烟嘈杂的大厅内, 我一眼认出了穿着白替牛仔裤的少年, 他和视频中一样帅气, 外形很符合我们招募主播的条件, 你是和我聊天的那位姐姐吗? 邹玉愣愣地看着我, 见我点头, 他笑起来, 我还以为姐姐是成熟稳重的职业女性, 想不到姐姐挺可爱的, 看起来跟我岁数相当, 我故作深沉地咳了两声, 我看起来有那么幼稚吗? 我们上楼谈吧, 如果你觉得没问题, 咱们今天就可以签约, 对了姐姐, 邹玉突然想到什么, 说, 刚才有个女接待, 让我在你们的直播软件上注册了账号, 填了一个码, 他说这是进门签到的正规流程, 我就照办了, 新主播第一次注册账号, 是需要填一下邀请码的, 我们公司正是靠识别邀请码, 来给员工发绩效奖金和提成, 照这么说, 邹玉刚才填了别人的邀请码, 我到手地提成, 飞了, 姐姐, 你别生气, 大概被我的脸色吓到, 邹玉主动打开手机给我看, 我更气了, 邹玉填的, 居然是楚楚的邀请码, 姐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邹玉失落地垂下眼, 咬着唇, 我看着他自责难过的模样, 倒也不忍心责怪他, 那个人对我有意见,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此事跟你无关, 我们上楼聊吧, 邹玉小心翼翼地抬眼看着我, 姐, 我填了别人的码, 你拿不到好处费了, 你还愿意带我, 当然了, 我弯唇一笑, 我们聊天时, 我承诺过, 我会手把手带你的, 这孩子, 居然一下红了眼, 哽咽着说, 姐, 你一定是全天下最好的人, 真乖啊, 乖得让人心痒痒, 终于跟随我来到签约市, 前脚刚进, 楚楚后脚推门而入, 徐菲菲, 小邹由我来负责, 你出去忙其他事吧, 邹玉起身道, 你是刚才那个女接待, 我是冲菲菲姐来的, 你捣什么乱, 楚楚笑得一脸纯凉, 徐菲菲业务繁忙, 而我是专业经纪人, 你好, 我叫楚楚, 你跟了我, 将来前途大好, 她还真是无孔不入, 见缝插针, 不光抢我男朋友, 就连我辛苦挖到的帅哥也要抢, 为了提成脸都不要, 邹玉若是跟了她, 以楚楚的尿性, 不榨干邹玉最后一滴血, 不可能罢休, 我真是被气笑了, 楚楚, 你哪来的勇气, 自诩专业经纪人, 你有相关的专业证书吗, 还是在你眼里, 只要脱了裤子, 跟老板不清不楚, 就可以在公司胡作非为呀, 徐菲菲, 你乱嚼什么舌根, 不怕烂嘴吗, 我看着楚楚气急败坏的嘴脸, 冷笑道, 有的人, 浑身上下都透着烂透了的气味, 竟然还有勇气说别人, 楚楚, 固执我白送给你了, 不用谢我, 但是邹玉, 她是我邀来的人, 你休想抢走, 好巧不巧, 固执这时候推门而入, 她听见我说的话, 表情沉入谷底, 大概是在医院时的那口恶气还没出掉, 她仰高手臂, 二话不说就要抽我, 我被吓得身子后轻, 眼看巴掌即将落下, 一旁的邹玉突然横拦到我身前, 她飞快攥住固执打下来的手掌, 然后奋力一推, 猝不及防的固执 亮呛着后退了几步, 她眼里几乎快喷火, 哪来的矛头小子, 你嫌命长, 欺负一个女孩, 你算什么男人, 邹玉丝毫不惧地反击回去, 有本事, 你跟我打一架, 来场男人之间的对决, 果然是青春年少的大学生, 思想还很轻狂, 我上前劝邹玉要冷静, 眼角余光贴见楚楚阴切地走向门口, 下一秒钟, 公司老板挺着她硕大的啤酒肚, 昂首挺胸走了进来, 她的目光直直地逼向我, 愤怒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抢楚楚的人, 我刚要和老板聚礼力争, 小奶狗邹玉坚定又坦然地表示, 我是菲菲姐姐的人, 老板簇眉看着她, 你后台填了楚楚的邀请码, 已经被归裂到楚楚的名下了, 具体的签约事宜, 由楚楚跟进, 老板, 公司的章程有问题, 邹玉是我邀请来的人, 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哄骗, 填了骗子的码, 你还向着那个骗子说话, 这和助纣为虐有什么分别? 徐菲菲, 老板直呼我名讳, 油腻的脸仗红铁青, 看来你对我们公司和我本人的意见很大, 你不喜欢公司的章程制度, 大可以去人事部辞职走人, 这头肥猪正是料准了我刚度过实习期, 舍不得离开公司, 我看像躲在老板身后, 一脸得意窃喜的楚楚, 一股恶心顺上喉管, 真是, 恶心透了, 有这种渣男贱女和昏庸老板的公司, 不带也罢, 压根就没前途, 好, 我辞职, 我一口答应下来, 姐姐, 你冷静点, 现在反而轮到邹玉劝我冷静了, 我笑了, 我辞职与你的事情无关, 你不需要有心理负担, 只是答应你的事, 抱歉我做不到了, 姐姐, 她居然又红了眼眶, 哽咽着说,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你, 既然姐姐要走, 我绝不会和他们签约, 邹玉这是, 要跟我一起走, 好小伙, 够一起, 楚楚显然不想放过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她几次黏上来, 试图劝说邹玉, 邹玉霸气回应, 我不会和你这种垃圾同流合污, 你不用继续浪费口舌了, 楚楚脸色极差, 嘴还很硬, 小东西, 你一定会后悔的, 邹玉陪我办理完离职手续, 和我并肩走出了公司大厦, 她看了一眼手表, 姐姐, 没想到害你丢掉了工作, 真是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才对, 我白白浪费你一上午的时间, 这样吧, 我请你吃饭, 当赔罪了, 已经是饭点了, 我早就饿了, 邹玉抬起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诚恳地说, 姐姐, 我请你吧, 我笑起来, 别跟我争了, 下次, 你再请我, 她脸一红, 答应下来, 然后, 她选了路边最不起眼的沙县小吃, 点了两份十块钱的蛋炒饭, 本想通过报饮报食来发泄情绪的我, 瞬间沉默了, 中午吃什么, 我将蛋炒饭拍下来, 发给了她, 她回了三个字, 没营养, 你吃什么, 我及时转移了话题, 请要, 还没想好, 要不, 找你一块吃, 嘴里的饭猛地呛入了鼻腔, 我捂着嘴, 咳得丧心病狂, 姐姐, 你没事吧, 周遇都被我吓到了, 赶忙起身, 给我倒了杯水, 我冲她摆摆手, 抖着手打字, 你今天不在医院食堂吃, 请要, 今天休息, 发地址过来, 我左右看了看, 这间小庙, 怎么能容得下这尊大佛, 我干脆骗她, 我马上要回去上班了, 就不一起吃了吧, 请要, 那我就等你下班, 晚上一块吃, 把公司地址发我, 这丝今天抽得什么疯, 我索性当作没看到, 不回了, 没几秒, 请要的语音通话, 直接弹了出来, 这下想当看不到, 都没办法了, 我瑟瑟发抖地接通, 周遇这时放下了筷子, 姐, 我吃好了, 有点赶时间, 我先走了, 你跟谁在一起, 秦耀的声音, 立刻传进了我耳朵, 我看着邹玉少年感十足的背影, 感慨万千, 一个超帅的小弟弟, 我想把他挖到我们公司来着, 你喜欢弟弟, 他的声音骤老, 我愣住了, 秦大哥, 你今天, 有点不一样, 是吗, 秦耀低笑了一声, 位置发给我, 远远地看见秦耀昂首阔步, 向我走来, 我的心里直发怵, 他瞄了一眼, 我吃到一半的蛋炒饭, 突然拉住我的手, 拽着我向外走, 我看着我们紧扣的食指, 抽着气问, 你要带我去呢, 秦耀没有说话, 将我塞进了他停在路边的车中, 即使开着车, 他也空出一手, 紧紧地握着我, 这样开车是很危险的, 我的掌心不自觉泌出了汗水, 心里更是小鹿乱撞, 他这是什么意思, 是在调戏我吗, 胡思乱想间, 秦耀的车停在了一家装修浪漫的法式餐厅前, 他牵着我的手走进去, 服务生询问我们需要什么套餐, 秦耀没有看菜单, 直接回答, 情侣套餐吧, 我更猛了, 干笑着, 秦大哥, 你这么熟悉, 是跟其他人来过这儿, 点过情侣套餐吗, 秦耀眼都不抬地说, 我第一次来, 我, 网上说这家餐厅口味不错, 带你来尝尝, 他掀起眼皮看着我, 又是那种仿佛能直击我灵魂的眼神, 我张了张嘴, 秦大哥, 我没有胃口, 可以跟弟弟一块吃饭, 跟哥哥就不行, 他眯起了眼, 尾音上挑, 我一愣, 意识到他是在拿我说笑, 换作平时, 我当然觉得无足轻重, 但是现在, 我正憋着一度的怨气无处发泄, 不免有些生气了, 抱歉, 我没心情和你开玩笑, 我推开椅子站起来准备走, 秦耀表情微正, 大概看出来我的情绪不对, 追出来一把攥住了我的手, 他力气很大, 我被顾得动弹不得, 耳后传来他关切地问候, 飞飞, 怎么回事, 我忍到现在, 确实有些遭不住了, 一五一时告诉了他, 我被扎女陷害, 还被老板开除的是, 秦耀揉了揉我的头, 明显长输出一口气, 我还以为是多大事, 你任职的那间公司, 我早就发现不正规了, 在医院的办公室, 我对你说那些话, 就是在暗示你换工作, 想不到你那么傻, 一点猫腻也没听出来, 现在被开除也好, 这种公司不能久待, 早晚要出事, 我吸了吸鼻子, 望着秦耀一本正经的脸庞, 听他这么一说, 心里好受多了, 别难过了, 你妈上午来过我家, 她给我递了张纸巾, 我一边擦鼻涕一边问, 我妈去你家做什么, 陈衣晒了鱼干, 分了一些给我家, 见我在家, 她塞给了我两张电影票, 我震惊地望着秦耀, 我妈要和你看电影, 她用力捏了下我的手, 她命令我晚上带你一块去看电影, 我心里咯噔一下, 嘴巴捏如着, 哪有邻居一块看电影的, 电影院里坐着的, 不都是情侣吗? 秦耀勾起唇角, 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容, 你以前不是喜欢我吗? 太丢脸了, 她怎么又说起我的黑历史了? 我如临大敌, 嘴硬说, 那是小时候不懂事, 何况是我喜欢她, 她从来没喜欢过我, 感情都是要两相情乐, 才能成的, 秦耀收起了笑, 沉沉地望着我, 你现在, 不喜欢我吗? 她举起我们两个握在一起的手, 语气细血, 你的手流了很多汗, 跟我在一起, 你连呼吸都是急促的, 徐菲菲, 你敢说, 你对我, 没任何感觉, 我一下子心跳如骨, 我承认, 可能是喜欢过她的原因, 总是一见到她, 就不自觉地紧张害怕,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否还喜欢她, 我们之间相差了七岁, 我小学还没毕业, 她都已经念大学了, 研究生毕业之后, 秦耀进了医院,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钢肠科医师, 她还是心外科的专家, 常年在医院做诊, 每天都很忙碌, 而且这些年工作的同时兼顾着学习, 听孟姨说, 去年冬天, 秦耀还去了国外进修, 如此的优秀, 我怎么可能配得上她, 我甚至都不敢肖想得到她, 那天在医院, 有个女医生约你看电影来着, 你可以和她一起去, 徐菲菲, 她打断我, 冷硬地说, 这是你妈妈给的票, 我尴尬一笑, 没关系, 我代表我妈同意了, 年轻小小就知道给我写情书, 现在倒变得矫情了, 秦耀笑着道, 可惜当年你年纪小, 没办法对你下手, 现在, 你跑不掉了, 我浑身一震,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跑不掉了, 难道这个腹黑的男人, 也喜欢我, 不可能, 我瞎想什么呢, 没什么意思, 秦耀垂下眼, 细心地切好牛排, 放进我的餐碟中, 一会儿去电影院, 又是根本不容许拒绝的语气, 我被秦耀强行拽进了影院, 这两张票, 明明是我妈买家具送的, 结果居然送了爱情片的票, 秦耀牵着我的手, 走到我们的位置前坐下, 她的心思不在电影上, 一直在扭头看着我, 我被她意味不明的眼神, 看得浑身发老, 好不容易坚持到了电影结束, 她却说, 我开车送你回去, 救命,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单独相处了, 一路上, 我们都没有说话, 车子停下来的时候, 我开门就想跑, 等等, 秦耀却叫住了我, 我默默回头, 她的手落到我衣领上, 帮我整理好衣巾, 她冲我扬起一抹笑, 飞飞,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 这话的意思是, 还有下一次, 早点休息, 明天带你去我朋友的公司报道, 我现在是失业了, 秦耀如果有好的公司介绍, 我觉得, 倒也不是不能去, 秦耀的死党朋友, 一见到我就叫嫂子, 她是西城科技的总裁, 追在我屁股后面喊嫂子, 喊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秦耀倒是见怪不怪, 拍了下张元的肩膀, 她以前是做自媒体的, 你让她负责她擅长的领域, 张元笑得鸡贼, 你就放心吧秦哥, 什么时候请我喝你和嫂子的喜酒啊, 秦耀看了我一眼, 勾纯道, 这得看你嫂子了, 我的脸憋成了猪肝色, 秦耀笑了笑, 好好工作, 晚上来接你, 她转身走了, 张元领着我来到楼上的办公室, 嫂子, 其实我们公司也包含了娱乐产业, 旗下也有不少名声大噪的网红, 我们虽算不上什么网红孵化公司, 但是我们很正规, 不像其他公司, 专设坑陷害新人, 秦耀的死党朋友, 人品肯定没得说, 我相信她, 突然我想到了要做主播的邹玉, 这小伙子, 不知道有没有跟其他的公司签约, 我在这行做了半年多, 其中的门道太多, 更有不少的新人主播被合同和工会联合吭骗, 我原来的那家公司, 正是靠坑害新人主播牟利的, 因此我才想亲手带邹玉, 起码我不会害她, 而公司的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想到这里, 我对张元说, 我认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新人主播, 你愿意签下她吗? 张元的脾气格外好, 嫂子你说了算, 我当即联络了邹玉, 她这会儿正在休息, 姐, 我只相信你, 我不会跟其他人签约的, 姐你等我, 我马上就到, 邹玉只用了半小时, 就出现在了我面前, 张元打量了下她的外貌条件, 和我一样坚定认为, 邹玉是个闭火的主播, 于是签约, 培训, 一系列的进程, 非常顺利流畅, 邹玉终于成为了西城科技名下的签约主, 她一脸感激地看着我, 姐姐, 今天多亏了你, 我请你吃饭吧, 不用了, 我尴尬拒绝, 我可不想再吃沙县小吃了, 邹玉似乎看穿了我的忧虑, 她笑着道, 姐姐, 我请你去商场吃顿好的, 用不着, 秦耀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公司, 她替我拒绝了邹玉, 我和邹玉同时望向她, 邹玉语气压抑地问我, 姐姐, 你男朋友吗? 我下意识想否认, 秦耀却一把烂住我的腰, 她两眼坚定地望着邹玉, 你好, 我叫秦耀, 是飞飞青梅竹马的男朋友, 邹玉笑容尴尬, 姐姐, 你男朋友很帅, 你们两个看上去很般配, 她的语气, 有股说不出的失落感, 没等我细品, 秦耀攥着我的手, 将我带走了, 我和秦耀待在同一个密闭的空间, 车厢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住了, 她将车停在了小区的楼下, 路灯照亮了她轮廓分明的脸庞, 我隐约觉得不安, 秦大哥, 我们该上去了, 说着, 我伸手去拧车门, 却发现, 车门被反锁了, 我顿时惊恐地看向秦耀, 你想做什么, 秦耀单手直着下巴, 好整以侠地瞅着我, 徐飞飞, 他就是你觉得超帅的小弟弟, 他是在说邹玉, 我小心翼翼地问, 难道他不帅吗, 没有我帅, 秦耀轻吃了一声, 徐飞飞, 你的心跳声很剧烈, 被他听见了, 我吓得连忙捂住心口, 秦耀却趁机向我贴近, 他的大掌摁住我的后脑勺, 炙热的气息洒落在我的脸颊上, 神髓的五官和轮廓, 在我的眼前无限放大, 尤其是, 他的唇, 我甚至没来得及发出尖叫声, 他已经稳住了我, 我的心跳彻底乱了, 脸红得像被蒸熟了一般, 当他放开我时, 我连挣扎的气力都没了, 只正正地望着他, 这算, 什么, 徐飞飞, 秦耀脸不红气不喘, 看着我说道, 我们交往吧, 我喜欢你, 我心一抖, 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他藏的, 好深啊, 在我的逼问下, 秦耀无奈场明了心计, 以前你总和你妈妈来我家串门, 小小的你, 总是缠着我做游戏, 你可能不知道, 在所有的孩子当中, 我最喜欢的小孩, 就是你, 不是因为你乖, 而是因为你很开朗, 很可爱, 徐飞飞,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你在我眼中, 便是最特别的存在, 那一年, 你给我写情书, 我承认, 我确实被吓到了, 但是又有些遗憾, 因为你年纪还太小, 所以我不能答应你, 这些年, 我一直在等你长大, 终于, 我等到了, 我释然了, 原来不是我的一厢情愿, 原来他也喜欢我呀, 我终于放下了小心翼翼, 维护着的尊严, 好, 我们交往吧, 一周后, 邹玉在公司开启了他的直播首秀, 由于前妻公司给他造了事, 今天一开播, 直播间人气爆满, 差点被挤爆, 邹玉起初还有点放不开, 在我的鼓舞下, 他逐渐开始和观众们互动, 于是豪车游艇从未见断过, 还有无数迷媚, 刷屏喊帅哥, 一场直播下来, 邹玉赚到了不少打赏费, 我也拿到了提成, 下班后, 秦耀接我回家, 我开心地和他分享着此刻的喜悦, 他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方形的戒指盒, 打开来, 巴克拉的大钻戒差点闪下了我的眼, 既然这么高兴, 那不如喜上加喜, 我看着他大言不惭的脸庞, 强忍着狂喜, 哼哼道, 你家不是泡了吗? 我们婚后住哪儿啊? 等装修好了再说吧, 请要拿出大钻戒, 强硬地套上我的无名纸, 重新装修也不是不可以, 装一个你喜欢的风格吧, 我惊呆, 你家没有被水泡, 这丝云淡风轻, 没有, 家里一切都好, 你这个骗子, 嗯, 为了离你近点, 我煞费了苦心, 怎么奖励我, 我举起手, 这么大的钻戒, 可不能便宜了别人, 那就嫁给你吧。 谢谢大家